好 话说最近的本山大叔可是忙坏了 前不久刚刚揽下了春晚的活 这会儿又有人说赵本山要拍电影了 不过说起来本山传媒这些年 投资的一些影视剧倒是还是挺受欢迎的 特别是乡村爱情系列 拍到现在这已经是第六部了 这次传出头拍的这部电影就是乡村爱情的电影版 女主角竟然是张子怡 来看一下 一个是拥有全国最多数量观众的喜剧大师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一个是电影领域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女演员 你来 我等着 当赵本山遇上张子怡会擦出什么火花 最近这两个看似不搭嘎的大明星被联系到了一起 9月3号一早赵本山新片选定张子怡的新闻标题疯传网络 报道称赵本山将和张子怡合拍一部 名为乡村爱情之洛杉矶奇遇记的电影 剧组将在明年春节之后开机 说起来张子怡就是因为一部我的父亲母亲一举成名 当时扎着俩麻花片裹着大棉袄 一脸稚嫩的模样 倒是与赵本山的乡村系列挺达调的 不过如今张子怡已经跡身国际 好不容易摆脱了土记的形象 国际章难道会走回原点吗 有新年地 记者也立刻向双方求证 赵本山和张子怡方面均未做出回应 不过很快 本山传媒副总裁刘双平出面澄清说 消息不靠谱 看来电影是否能成行还得走着瞧 翻看两人资料 其实赵本山和张子怡的交集是少之又少 很大的原因还是内部拍了好几年的一代宗师 2010年赵本山在东北夜宴张子怡的照片曝光 那时宗师还未揭开面纱 一年之后张子怡在摆萌中出现在刘老根会馆的开幕仪式上 外界这才知道两人关系确实很铁 无论合作消息是否属实 这对妄言之交如果真能携手拍片 倒也是美式一桩 娱乐心理力谁跟谁不能合作啊 不过来 不过来 同时 帅助